Lun Sang 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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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想哭了 我心想哭了 不要哭了 可以不要忘了這個問題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嬰嬰想哭就哭出奶 43 歲明媛孫瑩 2015年沒開二度 和小6歲身家百億的 軍火商之子李士凡小芬 在美國洛杉磯結婚 這新的一年才剛開始 孫瑩就在IG官宣 2021我單身了 謝謝在我生命中出現過的人 我會勇敢的面對未來新的一年 新的開始 祝福我 欸 妹妹孫芸也表示 兩人還是像家人會互相關心 一起吃飯 所以新聞出來之後 對你們倆之間有什麼改變嗎 嗯 最難以其指的 大概是兩人長期分隔兩地 一個在美國 一個在台灣 前年南方被媒體爆料 在台灣外遇偷吃碗很大 好 下一個IG 我會PO 當時盈盈確實立刻PO了 已夫妻共參現實動態力挺老公 我選擇相信費 我想她不會傷害我 失曉的婚姻還是GG了 其實是已經 至少有83年以上了 我覺得我很難 因為我很愛喝 這麼多年來 我不管跟她有沒有婚約 有沒有什麼 我一心只對著她 對 我們其實前面好幾年 我們都一路就 一直沉迷在二人之間 然後就想到這個問題 我有孩子 我不能顧的孩子不顧 我也不能把孩子 從她的父親那邊奪走 所以我只能用遠距離的方式 來維持就是雙方的 就是我既能做一個母親的角色 一個責任 我也希望可以做好 就是Dongford的另外一半 我們畢竟是已經生活在兩個地方的人 那這麼多年 我們也因為我們的遠距離 我們也學習到 我們其實偏有對方 也偏沒有對方 這真的對我來說不是很重要 在一起又在一起 不在一起 就是你用任何的東西去束縛 這兩個還是會走三的 分手的那一刻 她不是因為小三嗎 沒有啦 沒有是不是 聽說你也沒有要求散養費是嗎 沒有啊 那你沒有新的男朋友啊 沒有 沒有啊 世界就是那麼巧 1月5號 我們就在台北東區 看到小貝爾和一名運動美媚 蹦出牽手情緣 狗爪妹細看這名美媚 又雙水汪汪大眼睛 長髮飄逸 小麥色肌膚 跟前妻盈盈有87分項 推測年齡不到30歲 兩人就像熱戀情侶一樣 漫步在冷冷的街頭 到神旺飯店一樓麵包店買麵包 最後又原路折返 回到小販老布的家一品大蝦 第一次公開亮相有點緊張 小貝爾透露兩人認識不到一個月 但看在貝爾媽朱迪孫眼裡 就只有敢扣兩個字 所以盈盈前婆婆朱迪孫透露自己非常難過 我還真愛我這個兒媳 不管外界對盈盈怎麼評論 她15年全心全意愛貝爾 是千真萬確的 而且萬人看不到真正的她 能幹又有才華 15年的感情不容易 但分手後 他們兩人的關係其實沒有變 只是很安愛的兩人 變成一輩子的家人 小貝爾也承諾會照顧她一輩子 而朱迪孫也說 兩人當年雖然在美國舉辦婚禮 但在台灣沒有登記 所以小貝爾至今身份證上的佩偶蘭 還是空白 不算離婚是分售 娛樂棟新聞 她如果很幸福開心 那不會其他開心啊 報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计划